其实我刚才您画的这个过程 我就觉得您把水墨的那种 意境完全体现出来了 它画画的一个很高的意境就是 你画完之后 让这个画作跟自然的运作 运动 比如说水的流动 相结合让它出来一个 你也想不到的作品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高的一个境界 就特别特别好 谢谢 我觉得我特别值得 我站起来给您鞠躬 谢谢 就是真的说实话 它水墨画是中国的传统嘛 然后您创造了一个新的画风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值得尊敬的 就您用一个新的方式 然后把它画出来 然后它还有观赏性 然后我觉得让中国的这个水墨画 有更好的一个传承 可能更多人 幻发了新的生命力 对 新的生命 很多人可能会愿意去学 他还可以做一种演出 特别特别好 再给您鞠躬 谢谢您 谢谢 对艺术的奉献 谢谢 我小时候学过国画嘛 然后我能站到半天 我就没想通它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真是 就是浑然天成 我特别好奇 他这灵感哪来了 怎么就突然想到用水 对 偶然一个机会 我看到了 样式有一个动画 那这个动画是水墨动画 他是请了一个德国的团队 花了五百万 一分钟 做了一个水墨动画 但是他做的 无论怎么好 都是电脑后期制作 而不是说 人为的 去真正的用手 去实现的这种艺术 这个我觉得 完全用双手 创造出来的艺术 才是真正的 这个导师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大师和这个普通人的区别 您看的那个动画嘛 我也看过 就是那个水墨动画 我也看过 但我看了以后 也觉得看得就这么回事 我觉得这大师和普通人的区别 就在于 你看我看了以后 挺好看 不错 过来我忘了 然后您这就直接 诞成了一个新的流派 我看了这个动画以后 就是 它这个水墨 这种在水中 虽然是电脑合成的 但是我看了以后 我也觉得非常霜撼 在这 它有一个水墨运满的一个效果嘛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这种手绘的方式 实现这种电脑合成的 制作出来的这种效果呢 那我就是得到一种启发 来了一种灵感